30系显卡已经登场了一段时间 我们已经见识过了3070、3080、3090这些大哥的实力 有个同学就要问了 你给我看这些有什么用的? 说得好像我买得起这些显卡一样 我又没钱 有什么好说的? NV就很清楚这一点 有钱人的钱他想赚 没钱人的钱他也想赚 所以屠夫老黄就再度开工了 手起刀落 3070就腌成了这张3060Ti 价格从499刀砍到了399刀 先做一块甜品显卡出来压压惊 剩下的那些肉怎么慢慢切? 那这3060Ti到底腌割了多少呢? 它到底值不值3000出头的价格呢?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这张中端安培显卡的表现吧 我们首发拿到的是一张3060Ti Founders Edition 也就是公版显卡 从外观上看它和3070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同样只需8Pin就可以转接出的12Pin供电 同样的三个DP1.4加HDMI2.1输出 完全相同的散热设计 只是外壳的颜色稍微有点区别 这是不是意味着它的内在也是完全一样的呢? 你猜对了 我们按照惯例把它拆下来看了一下 3060Ti用的是3070同款PCB 区别仅仅是阉割了一项供电 并且这个显卡最重要的核心部分 3060Ti用的也是3070上的同款GA104 只是稍微多腌了一点 NV给3060配了4864个Cuda核心 38组SM 相比之下 3070的GA104提供了46组SM 此外 Tensor Core、RT Core、光纱纹理单元这些 3060Ti也都有所腌割 但没有腌得太狠 显存部分更是完整保留了8G GDR6 256位的规格 带宽是完全一样的 可以说3060Ti就相当于一张小3070吧 至少从规格上来看缩水的程度还算可以接受 这100刀的差价似乎也还算值得 那么实际性能值不值得呢? 咱们就别废话了 赶紧上游戏啊 测试平台是Ryzen 9 5900X的CPU开启PPO 搭配ROG C8DH主板 支齐皇家级的32G 3106C16内存 HOF PCIe 4.0 2TB NVMe固态 电源是ROG雷神1200W 系统Win10 2004专业工作站板 参与对比的显卡是3070、2080Ti和2080 其实再加入一个2080Super会更好一点 但是我手头没有这张卡 所以就这样吧 先来看看3DMark跑分的表现 2K分辨率的Time Spy 3060Ti可以跑到11834的图形分 明显要强于2080 这个分数也是要同时高于2080Super的 和3070大概有1500分左右的差距吧 说实话这一刀烟还不算太过 到了4K分辨率 Time Spy Extreme中的3060Ti甚至是进一步拉开了2080的差距 可以说安培架构在面对高分辨率的时候还是具有更多优势的 最后DXR的光追特性测试 3060Ti同样要明显强于图灵架构的前辈 比起2080甚至会更加接近2080Ti一些 这也是拖安培架构在光追方面有所进步的福吧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看游戏实测 一上来我们就要测一下预避最新的大作 刺客信条 英灵电 这个游戏说实话优化挺糟的 在1080P下这种级别的显卡居然也就刚过60帧而已 好在3060Ti在这里的表现还挺不错 居然可以甩开2080 性能直逼2080Ti 看来这个游戏里安培的相比图灵的优势还是蛮大的 此外3060Ti相比3070差的也不是特别多 几帧的劣势吧 我觉得还行 不过在大表哥2中30系卡就没有刚刚那么神勇了 3060Ti差不多是略强于2080的水平和2080Ti还有一点差距 不过说实话这个游戏3070的表现也不算太好 3060Ti跑不动的场景 3070也一样跑不动 这两个安培卡之间的差距也就在10%左右吧 接下来看看史上优化最烂的游戏 微软模拟飞行 1080P我就不多说了 在2K分辨率下可以看到3060Ti是稍微强于2080的水平 基本上这个游戏2K3060Ti可以保证30帧能玩 4K分辨率下其实3060Ti和3070都已经爆显存了 要想全特效4K的话肯定还是需要更强的显卡的 这俩都不够用了 再来看一个正面案例吧 毁灭战士永恒 我们每次都把DOOM放在模拟飞行的后面 这个对比就显得非常强烈 3060Ti在DOOM中1080P可以跑到250帧 也是要明显强于2080的 2K分辨率下这张显卡可以跑到平均185帧 到了4K下也可以保证游戏运行在90帧以上 还是非常流畅的 有趣的是在4K下的游戏帧数 3060Ti基本上是3090的一半稍微多一点 其实也差不多 在优化好的游戏当中 每一代甜品的帧数基本都是旗舰卡的一半左右吧 与此同时另一个参测的游戏极限竞速地平线4 似乎对安培架构更加利好 3060Ti在这里的帧数同样也是甩开了2080 直逼2080Ti 4K分辨率下3060Ti仍然可以跑到平均104帧 考虑到399刀的价格 这样的表现在我看来是相当不错的 传统游戏测完了 咱们是不是要有点光啊? 是时候来点这个光追游戏了对吧? 第一个要挑战的就是育碧的另一款星座 看猛狗军团 这个游戏既支持光追 也支持NV的DLSS技术 可以借助深度学习 从低分辨率上采样出高分辨率的画面提高性能 在2K分辨率最高画质下 如果不开光追的话 3060Ti是可以正好跑到60帧的 开光追之后帧数下降非常的明显 几乎接近腰斩了 但是可以通过DLSS再把这个性能补充回来 光追和DLSS都打开之后 这个3060Ti基本上可以2K分辨率接近60帧运行 到了4K分辨率下 3060Ti在光追性能上的进步甚至会体现得更明显 因为同时开启光追和DLSS之后 这个帧数甚至比原来还高了一些 4K可以跑到34帧 主机级帧数拿来截图还是可以接受了 这个光追性能比起2080也要明显强一些 另一个光追游戏 Control 控制也表现出了类似的效果 同时开启光追和DLSS 基本可以做到把损失的性能给弥补回来 并且明显能看出来 不管是在2K还是4K分辨率下 3060Ti的光追性能都是要强出2080一大截的 安培在光追单元上的改进在这里就起到作用了 最后一个游戏《地铁离去》是我们的测试中 唯一一个3070真正和3060Ti拉开差距的游戏 2K分辨率两者性能差了17% 这个游戏似乎对核心规模的减小还是有一点敏感的 不过好在3060Ti和2080比较依然更胜一筹 并且不出意外的再一次领先优势在开了光追之后更加明显 总的来说3060Ti几乎在所有游戏里都要比2080更好 并且它的光追表现是明显强于2080的 与此同时3060Ti在大多数游戏中和3070的差距大概就是在10%左右吧 考虑到这两张卡的价格差了20% 我觉得3060Ti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除了游戏之外我们也简单测试了一下专业性能 3060Ti在视频剪辑中的表现基本上和3070是一致的 不管是在PR还是达芬奇中 3060Ti和3070都是略强于2080的水平 但是和2080Ti的差距还是蛮大的 不过在3D渲染中30系卡的优势就很大了 3060Ti跑3D渲染甚至是不逊于2080Ti的 至于工业软件的测试结果 基本上和之前的游戏表现相符 再来说一说温度和功耗 3060Ti相比3070 把功耗从220W缩到了200W 其实能耗比上这张卡的表现很一般 因为它基本上功耗和2080是相当的 对吧 这个就没什么嘛 但是温度方面得益于新的公版散热设计 3060Ti的烤机温度没有超过70度 比起20级公版是明显更凉快的 最后我们也尝试了一下超频 这个卡的出厂功耗限制的非常死 只能拉10% 所以我们最终超完频也就Timespy高了1000分 图形分12825 GPU频率可以达到接近2.1G 这个表现快要赶上3070了吧 但是还是没有达到那个水平 我觉得非功努努力也许能碰到3070默认的水平 综合来看3060Ti这张卡用3000出头的价格 实现了接近3070九成的性能 考虑到20系的老显卡价格依然比较坚挺 并且隔壁A卡那边暂时也没有对位这个竞争产品 在我看来 只要3060Ti能在不加价的情况下大规模的出货 它绝对是目前最香的一张终端显卡 原价买很值得推荐 那么这期节目的内容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 喜欢的话长按点赞键一键三连 我们以后再见了 拜拜